Hello 新华试点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陆寒 Hello 新华试点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Hello 新华试点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杨颖 Angela Baby 新华试点的粉丝你们好 我是周冬雨 我是黄晓明 我是景田 我是佟丽娅 我是吴京 我是演员刘浩然 然后我现在在参加第三届中国电影心力量论坛 我作为一个90后文化艺术工作者吧 是过来学习的 希望能够用我自己的力量为电影的未来做出一些贡献 那么这两天通过这个论坛的学习呢 我也学习到很多 像我们的青年演员呢 也希望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用优秀的作品带给观众 然后让观众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力量 我觉得电影是一种传承的力量 我觉得我能学习到很多 也明确了我之后作为演员 我在拍戏上的选择以及我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觉得作为演员就是给观众精神十两 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编织梦的一个过程 电影就是一个梦 演员就是编织梦的这个人 我希望把真善美和一切世间上的美好带给观众 让他们在生活中 不管他们遇到了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都能在电影里找到对生活的希望和美好 作为一个演员的身份 你需要做到的就是首先你要爱你的工作 并且为你的工作付出 你同样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去做好你的工作 因为所有的作品说白了都是源自于人民 你的今天的工程名就也是源自于大家对你的喜欢 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点本质就是 还是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你是从人民出来的 你最终还是要去服务人民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 然后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 会让喜欢我们的观众受到多多少少的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每一个戏都拍好 这八个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让我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 觉得也是不能忘记自己入行的初心 就是要做一个专业敬业职业的好演员 那我觉得也要不愧于人民 基于我们的这些荣誉和光环 一定要潜心地去研究作品 深入地去研究人物 全情地投入表演 我演过一部作品叫《平凡的世界》 其中我觉得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叫 生活不等别人去安排 要靠自己去努力和奋斗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写照 其实这样经典的作品呢 一定会给我们有所鼓舞 那让我们从这些经典作品中 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中国其实现在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第二大的电影市场 那我们中国的电影人必须要努力加油 好好地做更多的精品出来 然后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中国的电影 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趁着现在中国的这个电影的好时代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电影人去 去更 更勤勤恳恳地 不忘初心地去 去努力工作去拍 能够让观众更喜爱的电影 感谢观众更多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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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